中国是更加的改革开放还是更加的左转 这个已经没有什么争议 可以说全国现在出台的各式各样的政策都在意味着左转 甚至有关于互联网的这个审核 青岛也好 济南也好 都在增强这个中国的审核之都的这种名号 地方上搞这些噱头来表达对前置舆论执行中央政策 强化这个宣传 管理舆论的这些积极的表态 地方都开始表态了 没有人认为中国更加的开放 左转的信号一个接一个 但是呢 关于共军什么时候能垮台 是不是已经达到了改朝换代的这种临界点 看起来还是有生意的 因为有许多人跟我说 说身边的人每个月还能挣几百万 我知道在任何一个时代 其实我们都不缺挣钱的行业 只要你舍得下本钱 敢于践踏法律 或者说你有一定的背后的支撑 包括美国 禁酒令时代也催生了美国的黑社会 暴力行业 每当社会剧烈动荡的时候 他们都会形成一轮暴涨 今后挣钱的其实主要就是这些边缘产业 原先人们看不起它 觉得他们挣钱的方式违背了法律 践踏了世间的一切我们应该尊重的信条 当然了 更多的人只是羡慕他们 在心里羡慕他们 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 还会去低声下气的求他们 其实呢 每一个社会 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都会出现类似的产业 没有一个国家会例外 因为改变对人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不愿意的事 因为它打破了原先人们认为的 安宁的社会环境 打破了人们认为 可以永久保持下去的 岁月静好 那么也有一些人呢 他们根本就不承认 社会有变革的基础 他们觉得这个社会呢 只是到了一个共产党 不那么强势的这么一个地步 就经济上 政治上还是强势 经济上不那么强势了 在全球范围内 他们的影响力 正在缩小 甚至正在被打压 被迫缩小 那么维持中国的是什么呢 是两三亿人 两三亿既得利益阶层 他们紧紧地围绕在 共产党这个执政团队的周围 他们一边享受着 共产党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一边又依附于这个权力 继续在整个社会中 不断地攫取民众的血汗 他们还在挣钱 甚至我们现在看到的 所有的地下钱庄 正在往国外搬钱 往国外走私的资金和人口的 这些大的项目 其实也是他们在玩 所以有很多人都认为 这个社会不是那么容易转变 中国人应该来说 还是能扛得下去 维持共产党的继续执政呢 其实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就是他们不类斗 整个共产党的执政团队 在意识到 全球都在对他们进行遏制的时候 尤其是海外 因为各国法律 开始追究他们以前的一些 违章的 不合规的这些行为 甚至他们已经在国外的资产 都被迫撤回中国 或者撤到南美 撤到一些与西方主要国家 没有引渡条约的这些国家去 他们觉得这个事件 是针对整个中国的 而不仅仅是针对共产党 当然就算意味着 全球都在针对中国共产党 想摧毁这个最后的乌托邦帝国 那么还是有一个想法 就是只要我们不乱 我们内部能团结 我们还是能撑下去的 对吧 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一点 现在换掉了一个领导人 跟摧毁这个体制 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你换掉习近平 你换任何一个人上台 只能在中国内部 导致民众对共产党更不信任 对吧 你三天两头 这个抓坏蛋 抓到最后呢 中国共产党所有的领导人都是坏蛋 对吧 从陈都秀去旧白 李立三 是吧 一直排下来 排到哪呢 你到了毛泽东也是啊 他是反革命集团 是吧 江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 家属 对吧 没有什么好人 那么紧接着几个总书记 胡耀邦被赶下台 说他是胡乱邦 那么赵紫阳呢 赵紫阳把他定义为 赵紫阳反党集团 虽然这个名义提了一下 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但事实上是有过这么一个定义 那么江泽民在全国人们眼中 就像一个唐骂子一样 他指挥他的儿子 在经济领域内横冲直撞 包括当年的总理杜荣基 人们认为他准备了99口棺材 给贪官 一口棺材留给自己 最后我们发现他是一个清官 他真是一个清官 他没贪过一分钱 但是他儿子 一分钱没少贪 对吧 李鹏就更不用说了 小儿子已经偷渡 是吧 跑到新加坡 躲避极止诈骗的指控 大儿子呢 三西城这个位置没坐住 现在又坐到这个交通部部长 当了交通部部长 第一个 第一个设想就是 在全国范围内 要抓这个超载的司机 按他的话说 超载的司机 开着超载的卡车把全国的公路都压坏了 把超载的司机抓了 中判 是吧 超载的问题就能解决了 他知道全国有多少 司机是开自己的车吗 很多超载 不说是不是市场的需要 他是有领导安排 你不抓运输公司的老板 你光抓司机能解决问题吗 还有 全国范围内 如果没有这么多超载检查站 剩余的公路养护 公路管理 在公路上收费 借着公路 吃拿卡要的 这些车匪路霸怎么办 怎么活啊 他们不是公务员编制 他们有的是事业编 有的甚至跟城管一样 是属于临时工的 他们就靠司机们操展 司机们车上装了灯 不合规章制度 来罚款 来阵营的养家糊口 所以你看到这种 二货也能当交通部部 你不得不认为 这是整个管理团队的悲哀 对吧 他没有办法安置他 没有地方放他 很随便的安到一个位置上 他就能摧毁 中共在人民心中的正义性 你朋友女儿就更牛逼了 是吧 他要给全国人民建立道德党 他自己包养一个小鲜肉 这个倒不是大事 对吧 甚至他说 除了他的背景 除了他的能力 其他都是零 他非常相信 他自己有足够的能力 来管理好中国的电力 曾经被称之为叫电力一姐 这些笑料 以及他们的孩子们 都是那种含着金钥匙 相声 他们顶着烈史 或者文革期间受过迫害 或者父母亲受到过打压 他们想把中国 带着人民走向一个更好的未来 打着这种口号 为自己以及自己的家族 换取了更大的利益 他们现在还在当权 还在当政 无论是主管的政治 还是经济上的一些权力 他们都在带领了全国人民 按他们的意思 他们将永远 世世代代的带领中国人民 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现在遇到的中美之间的挫折 全世界对中国的不理解 对中国道路的不信任 这是一个困难 是可以克服的 整个红二代都是这样的想法 没有什么区别 红二代说 有的时候发出一种声音 要提醒这个习胖注意 我们不满意了 你走的路错了 你没有带领 全国人民建设 更强更好的社会主义中国 他们并不是说 中国共产党要 要退出历史舞台 只是他们基于血缘上的关系 他们觉得需要纠偏 他们需要为 自己的未来 提醒中共的领导人 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 自己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 是没有任何分歧的 中国现在能稳定 它主要的原因有三个 最重要的 就是中共内部的领导集团 目前没有分化 它是有抢权的这种现象 是吧 尤其以薄熙来为首 看不起习胖 想以身替代 是吧 他觉得他能做得更好 但是本质上 他们都在捍卫这个政权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个国家是他们的 如果说他们内部的分歧 要是暴露到全社会 给国际社会知道 让全国人民知道 对他们 整体的利益是有伤害的 我们现在看不到 更加明确的这种 内部的分歧 只能从一些小道消息 去推测 当然了 也有很多人 执迷于中南海内幕 是吧 把三流小报 编撰的一些新闻 当做主题新闻来透露 揭露中共内部的斗争 谁抢了谁的地盘 谁抢了谁的小山 对吧 谁抢了谁的财产 这些东西 我们既无法证实 也无法证明 其实大可不必在意 中共内部 虽然从来不是铁板一块 他们有各式各样的利益集团 但是他们维护 中国共产党 对中国的统治 这是没有任何分歧的 只不过他们内部 可能有一些指导思想 有分歧 有各种各样的流派 但是目前我们还看不到 这个内斗 内斗至少没有我们想象的 那么明显 这是他们能维持政权的 最重要的原因 谢谢大家 再见